接下来为您播出天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武汉警方跨过追击 重传打击电信诈骗犯罪 深圳神奇专线拦阻骗子的犯罪伎俩 卡亮双眼 识别破解电信诈骗的种种伪装 暗算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说那么多对你是有用的吗 那我先怎么办啊 怎么办 我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那请你帮帮忙杨警官 你用公安机关方案 向你们群众在赛事场买小菜 可以讨价玩价的 2013年9月27日上午 一个突出起来的电话 让武汉某高校退休救师梁女士 顿时陷入恐慌 一个自称是江苏南京市公安局 杨警官的人 告知梁女士 说她名下的一个银行账号 涉嫌一起重大贩毒洗钱犯罪案件 要求梁女士立刻动身 赶往南京配合警方调查 今天下午不忍中 你要赶过来 把他们提款 给我们做明清楚 不然我们阵子们要来刮理 梁女士难以置信 他认定是警方搞错了 面对梁女士的质疑 杨警官及时说 警方调查过梁女士的背景 也怀疑嫌疑人士 盗用了她的身份信息 实施犯罪活动 但真相究竟如何 需要梁女士配合调查 才能水落石出 梁女士将信将疑 而就在此时 一个自称是北京市检察院 检察官的人 又打来电话 我们也相信 你是一个有文化 有知识的人 这么大年 你可能确实没有断 是别人目前冒充的 电话里 这位检察官同样表示 梁女士牵涉的案子 非常重大 要求她当天 赶到北京 配合检察院的调查 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短短几分钟里 刑警和检察官先后来电 让梁女士 感到问题的严重 可是要同时赶到 江苏和北京 配合调查 让梁女士 十分为难 好在 检察官 提亮到她的困难 提出了一个 简便的解决办法 你不来可以 但是你必须 马上把你名下账户里面的钱 转到我们专案组的 安全账户里面来 我们对你的资金来源 进行审查 基于证明清白的梁女士 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她当即跑到自家附近的银行 将名下所有的140万存款 全部打入对方提供的 中案组账号 无独有偶 仅仅过了一个星期 同样在武汉 一位姓龐的女士 也摊上了一起 重大刑事案件 这名自称是 上海市松江区公安分局的 张警官 对彭女士说 她在上海有房子 并开设有一个银行账户 涉嫌一起 暗指五六百万的 重大经济诈骗案件 警方已经抓获 主要犯罪嫌疑人 据嫌疑人交代 涉案账户 是彭女士主动提供 并从中提成10% 目前警方已经对她 下达通缉令 命令她立刻到上海 向警方投案 彭女士压根不相信 因为她在上海没有房子 更没有在上海的银行开户 但是对方坚称 没有搞错 彭女士注意到 座机显示 对方来电号码是 02157823618 为何是对方身份 彭女士立刻查询114 能帮我查一下 那个02157823618的 电话号码是哪里的吗 结果证实 的确是上海市松江局 公安分局的电话 彭女士还是不相信 于是张警官通过QQ 发来了案件相关材料 他在QQ里面 给她发了一个通缉令以后 有关彭女士 这个名字身份证号 所谓武汉的地址 这样一个通缉令 还有一个采访冻结令 但是他在QQ上面 应该发过来以后 他就特别相信 因为上面盖的章还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高人民检察院 这个公安部 这个二人法院 看到通缉令上 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 彭女士有些慌了 而就在此时 一个自称上海市检察院的 曹姓检察官 打来了电话 同样要求彭女士 立刻赶到上海 接受调查 彭女士不愿前往上海 电话里 他竭力表示自己心怀 最终检察官提出一个 查明真相的 简便办法 只有把钱 打在我们指定的账户上面 通过公安局 检察院 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核查 这样才能证明你的清白 为了证明自己 没做为啥的事 彭女士 当即也按照对方的要求 将自己名下 仅有的八十多万存款 通过网银 转入对方指定账户 这个案子特别重大 你不要把这个信息 透露给任何人 你家附近 都有我们安排的便衣 我们随时可以抓你 而且是直接财务你 惊慌失措的彭女士 还向朋友借了三十八万元 作为取保后审金 打入了检察官指定的账户 银行工作人员也阻止他 他说你是什么 要要汇这么多钱 是去干什么 他就非常的保密 他说这是非常急用的钱 他就没有把事情 告诉别人的工作人员 和前面的梁女士一样 庞女士同样掉入 骗子设下的陷阱 1997年 电信诈骗手法最早在台湾出现 2004年开始流入内地 并迅速在全国蔓延 虽然激进打击 然而由于犯罪手法特殊 此类诈骗活动 无法得到完全遏制 以武汉为例 2013年全国电信诈骗发案三十余万起 群众经济损失超过一百多亿 诈骗数量金额比2012年分别上升了77%和25% 更令人担心的是 近年来 嫌疑人骗数手段不断翻新 令被害人真假难辨 一不留心就会中了骗子的圈套 这是辽宁沈阳一家银行监控记录的画面 画面中的老人在骗子忽悠下 准备给对方汇钱 银行工作人员发现异常后 竭力劝阻老人 然而老人却像中了邪一样 听不进去 更有甚者 这是2012年发生在上海一家银行里的一幕 一位被害人竟然连派出所民警的话都听不进去 执意要把自己的毕生情绪汇入骗子的账号中 骗子究竟用了什么魔法 会让被害人对他们的鬼话深信不疑呢 你的电话 作家中竟看上的行事 过同偏向 花样半信 几句说辞让你深信不疑 两国警察瞧照正常 只逼算罪心脏 重拳出息 一步跨过追击大片 圆满落幕 暗算 铁马蓝幕正在播出 你的作息电话已限费两个月 将于今天停机 您的有线电视和宽带发生异常 将于两小时后停机 嫌疑人首先谈取漫天撒网的方式 拨打被害人做其电话 冒充电信部门的话物人员 或者是邮政部门的工作人员 说你什么电话签费 什么视频邮包藏族之类的 取得与被害人交流的机会 套取受害人的一些身份信息 在你不相信的情况下 把你转到公安机关 从公安机关前面来 对你进行这个调查 按照事情编好的脚本台词 一步步开始实施账片 现有南京市公安局 行政总队 要警官进行电话录音笔录 我们是南京市公安局 在今年破获了一个 几黑神的犯罪团伙 同时也抓获了 其中一名洗血犯罪成员 从他的口控得知 有一张就是你本人 他沉沉诱导 又不相信 倒逐步相信 确实是你涉嫌犯罪 是这个公监法机关在办案 那么骗子在电话中 是如何让受害人相信他们的身份 步入他们后面设定的圈套 利用一种叫做VIP的网络电话 利用这个网络电话的一种 虚拟改号的功能 他可以把自己的号码都显示为 任何一个公安机关的办公的号码 这样来使被害人相信 确实是公安机关的 这个什么检察院法院 这种执法部门 在跟他这个打交道 通过电话 嫌疑人往往利用普通老百姓 对国家执法部门的信任 以所谓公检法部门人员的身份 无众生有来欺骗 嚼诈受害人 你说你没有嫌疑 你有什么证据 证明你没有嫌疑呢 如果不涉及洗钱案的话 那么你把你的钱 你现在家里的钱你再汇给我 我给你查清楚 电信诈骗中 嫌疑人正是利用了被害人 对执法办案程序的不熟悉 同时胆小怕事的弱点 在精神上击垮控制被害人 为他们最终诈骗钱财做铺垫 遭遇电信诈骗的老百姓 往往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就听从犯罪嫌疑人 把自己的钱 转到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账户 所谓的国家安全账户 是绝对不存在的 这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 在诈骗过程中 杜撞出来用来这个欺骗被害人的 至于暮年的老人 本应幸福安详地度过晚年 一向子被骗走将近三百万 受骗后 他们不敢告诉家人 平常他们节俭过日子 舍不得花销 就这样白白地给骗子骗走 这不是一个小数 我们能想象他们将会遭受到 怎样的打击 2013年 武汉接连发生电信诈骗案件 引起武汉警方高度共识 然而要想抓到骗子 追回被害人损失 谈何容易 因为嫌疑人根本就不在国内 他们是通过市外境外的网络平台 实施作案 这两起受害人的电话 我们查询到的 它是从国外进来的VOIP电话 这种VOIP电话就是将语音信号 转换成数字信号 然后通过网络传输到国内的落地商 然后再还原成语音信号 再将语音信号转接到国内的电话网络 然后之后可以连接到 受害人的坐骑或者手机上面 侦察发现 发生在武汉的极其电信诈骗案件 嫌疑人网络平台位于菲律宾 嫌疑人跨境作案 一直是困扰警方 打击电信诈骗的一大难题 这一次 武汉警方决定做一次尝试 在办理这个案件之前 还没有实现跨口打击电信诈骗 临着突破 犯罪分子的气焰非常嚣张 这也迫使 我们武汉警方出重拳 下动手 2014年1月 在湖北省公安厅和公安部的协调下 武汉警方与菲律宾马尼拉警方 取得联系 2月3日 警方专案组11名成员 推抵菲律宾马尼拉 在没有境外执法权的情况下 专案组民警经过努力 最终成功锁定 天一人飞于菲律宾的 5个电信诈骗犯罪的 换5窝点 2014年元月16日 菲律宾警方对5个窝点 同步展开抓捕行动 32名嫌疑人 悉数落网 民警在清理现场时 窝点内 窝内受骗者打来的电话声 此起彼此 他们比较专业化 职业化 他的民营网关 这些电信器材非常齐全 摆放也非常整齐 工作台 资料非常齐全 上面都写着脚本 包括全国各个地方的国家机关的名称 电话号码 邮编 地址 写个人的信息 2014年1月24日 两名在菲律宾落网的中国级骗子 被武汉警方带向飞机 这意味着 武汉警方不力侦犯的 手起跨国电信诈骗案 画上圆满的句号 然而 被害人梁女士 庞女士被骗走的 一百多万元积蓄 却无法讨回了 警方在追查受害人 被骗资金流水时发现 嫌疑人用于诈骗的 这些银行账号 是由无数张银行卡 对受害人的钱进行分解 转账 一百多万元 数分钟内在境外被卷服 彭律是一百二十多万账户 他这笔钱 这些钱去账 从一级账户到四级账户 我们最远的达到四级账户 甚至于过别的达到五级账户 都一分钟之内 转走 而且跨 跨到了农行跨工行 工行跨建行 还有其他一些中国银行 正因为骗子的这些技术手法 一旦被害人按嫌疑人要求 将自己的钱打入嫌疑人提供的账号 公安部门要想追回 难度非常之大 所以关键在于老百姓不要上骗子的大 俗话说 眼见未必为实 何况是在电话里面 所以不管是什么人 在电话里面 要你向任何的陌生账户汇款 转账 我们都可以视为他有重大的诈骗嫌疑 不要理睬 跨点电话 一条短信 竟到予算计 两百多万蒸发 唯一招数是真是假 令案情陡然成迷 真假难辨 一场荒的闹剧 如何成为破案关键 神奇端线 怎样的及时操作 让它峰回路路 暗算 拼网栏目正在播出 近年来 警方非常重视 对电信诈骗犯罪活动的打击 同时 一直将宣传防范 作为重中之重 群众防范意识明显提高 选一下 然后我总是有选择的 选一下 然后我就知道 这个是 选择的 要不我就选择 要不我就把他的号码 射入的时候 可以在你 我怎么送一下 然后让我找到 所以他 但是 只是不理会 并不能确保你 不掉进骗子的陷阱 深圳的刘先生 是一位商业人士 对电信诈骗 自以为火眼金睛 然而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最终还是 没能逃过 骗子的算计 2013年3月4日 刘先生在家中 接到一条短信 尊敬的客户 您订购的 3月6日 深圳飞往南京的 ZH97XX4航班 称机械故障 航班被取消 如续咨询 请拨打电话 4008123XXX9 他就是3月4号那天 帮朋友订了两张机票 然后订了机票之后 过了没多长时间 他又接到一条短信 就说 由于故障原因 航班取消 然后让他改签 刘先生 刘先生立即拨打该400电话 联系对方 要求退票 电话那头 一位自称叫白军的 航空公司财务经理 承诺 将给予刘先生 两张票 共600元的赔偿 但是 需要刘先生 提供银行账号 并自行登陆 网上银行 按照对方的提示 进行操作 来领取 这笔赔偿金 刘先生不加思索 按照对方指示 登陆网上银行 输入了自己的 相关信息资料 这个我已经登陆我的网银了 然后怎么样操作呢 应该 按照这个公司的规定 这个返章操作呢 需要你下一个 我们指定的账户 进行一个汇款的操作 嗯 然后 我想解决一下 您大哥的余额 现在是多少 大概余额 我不太清楚 我看一下 我现在余额有205万 刘先生顺口 便将账户余额 告诉对方 这时 白经理说 最近退款人员多 财务系统经常有故障 要刘先生 做一个反向操作 用以测试 公司财务系统 是否能将两张票款 正常退给刘先生 也就是 要刘先生 向对方提供的 银行账号 进行汇款操作 听到对方 让自己汇款 刘先生有些顾虑 可是 白经理的一番解释 让他放心了 就是由于你现在要做一个汇款 叫做你的余额上面 再加几十块钱 那么 那汇款是不可能会出去的 我们要收到这种相关的一个 操作就可以了 就是要一个操作记录是吧 对 我们要做一个操作记录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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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收一个大于这个我余额的号 对吧 对 白经理一再提醒刘先生 在填写汇款金额时 一定要大于自己账户里的实际金额 这样 刘先生账户上的钱 才不会被误转走 刘先生想想也对 这样的汇款操作 肯定不会出问题 刘先生的账户余额为 205万6204元 于是他决定 将汇款金额 拼写成205万6288元 比自己账户里的金额 多出84元 刘先生完成了汇款操作 果然 网站页面立即显示 刘先生账户里的金额不足 交易没有成功 刘先生账户上的钱 没有被转走 因为呢 我们需要接收到这个记录就可以了 不需要进行一个贵款 那然后 然后你们怎么样把钱打到我账上呢 什么时候能转账 确定了 之后装了一下钱就会 我们就会退款300元的一个 好的 好的 一分钟后 刘先生发现 自己的账户里果然多了300元钱 退款成功了 此时 白经理提醒他 这只是一张机票的赔偿金 马上 另外一笔赔偿金 也将打入他的账号 但需要刘先生配合 再重复一次之前的操作 这边的话呢 你只要再重新按照刚才的操作 重新操作一次就可以了 好 再重新操作一次是吧 对 和刚才操作一模一样 重新保持一次就行 好的好的 对方要求刘先生 还是同刚才一样 输入205万6288元 刘先生没有多想 再一次完成了汇款操作 突然 刘先生发现 自己账户里的200多万元存款 不翼而飞了 诶 我的钱怎么转账成功了呢 怎么转账成功了 是啊 诶 诶 我转账成功了 怎么回事啊 直到此刻 刘先生依然不明白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了 原来 对方已退赔另一笔票款为由 要求刘先生 还像第一次一样 向对方账户转账 205万6288元 由于刘先生意识疏忽大意 忘记了自己账户里 此时已经多出了300元钱 刘先生对对方放松了警惕 再次进行反向转款时 造成自己账户里的200多万元钱 全部被转走 嫌疑人冒用航空公司 以退改先航班取消等名义 要求受害人操作银行卡 以丢孩子套篮 补足受害人账户余额 又骗其转账 实施诈骗 电信诈骗手法 花样翻新 真真假假 令人防不胜防 面对信息诈骗手法的不断翻新 警方开始寻找新的思路 警方注意到 骗子的目的最终是为了钱 如何切断骗子的资金链成为关键 说完没大串 到最后诈骗分子要的是钱 所以这是最后一个关键 警方在侦办电信诈骗案件时发现 现在用于诈骗的这些银行账号 是由无数张银行卡 对被骗转账金额进行分解 数分钟内在境外被卷走 而这些银行卡都是嫌疑人 通过非法渠道买来的 一些人贪图利益 一个人在几家银行 办理了十多个账号 买给一些专门从事 收购这些银行卡的人 随之这些银行卡 就给诈骗分子用于电信诈骗 网络诈骗 洗黑钱诈骗 提供了辩解 这个词要从根源来解决 还在于银行监管 能够真正的把这个银行卡 骗子利用的 正是银行管理上的这些漏洞 针对这一情况 深圳警方想到一个招 而正是这一招 让刘先生被骗走的两百多万 在最后关头 又从骗子手中夺扰回来 这是怎么回事 一桩罪名 全职太太惊慌失措 违命失措 警方专线即使分析 引导试破暗算明天 汇集年生 骗子的克星 百姓财产的卫士 全社会联手党机 百姓时刻进行 业细诈骗 无处动起 暗算 骗子正在播出 2013年3月4日下午5点02分 刘先生按照骗子的指示 在家中通过网银 进行205万元的转款操作 结果205万元存款 悉数被转入骗子的账户 刘先生马上意识到受骗了 他立刻打电话报警 您好 深圳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 报警请假 麻烦您提供一下电话号码 4008 123 009 是称您退航班费用对吗 您请稍等 马上为您转接深圳市公安局 反信息诈骗咨询热线 稍等 我们这里是深圳市公安局 反信息诈骗咨询专线的 我们刚才110警察发现 您被骗了205万 当刘先生告诉我们 他是用网上支付的形式 转款的 我们第一时间 我们就打通了 我们又快速处置 反信息诈骗咨询专线民警 立即启动 被骗资金全天后 全国范围紧接拦阻机制 通知银行 为涉案金额先行拦阻 防止被骗资金转移 17点35分 刘先生的银行账号 被暂停指付 此时 刘先生账户内 还剩下的184万余元 嫌疑人还没有来得及转走 被专线成功拦紧 从17点32分 专线接到警情 到17点35分 刘先生的银行账户 就被暂停指付 今后不到三分钟时间 这个过程呢 是不需要收拾的 首先是以后再不回去 诈骗分子 没有这么快 把钱取走的话 可能就不会我们的拦截了 第二个动作 就把这个电话 就是报警人 他就说我通过哪个电话 打给他的码 把这个电话 马上录入我们的呼死系统 把他呼死 叫他不要再骗更多的人 反信息诈骗咨询专线 是深圳市公安局 在2013年6月6日 在全国率先成立 并面向社会推出的一项新举措 深圳市公安局 联合通信金融部门 建立防控铁翻角 李正从源头上 根治电信诈骗犯罪 凡是遇到 你可疑的短信 电话 都可以 我打给 0758 0234567 进行咨询 为应对当前 全国信息诈骗 普遍高发的严运形势 深圳警方在侦办案件中发现 信息诈骗犯罪成本低 发案快 单靠打击 难以有效遏制 只有抓住 传播虚假信息的通信链 三款转移的资金链 一手抓技术对抗 以快制快 一手抓常态防控 综合治理 才能不断压缩犯罪空间 真正做到标本监制 我们就借鉴 台湾的165 反信息诈骗的做法 他们在 90年代 也是面对 信息诈骗高发的这样一个趋势 台湾就用警政署牵头 构建了一个反信息诈骗专线 叫165专线 效果很好 深圳市公安局 反信息诈骗咨询专线 075581234567 除了向市民提供 与信息诈骗犯罪相关的 咨询劝阻 报警 尽力抚慰等服务外 最重要的是 针对信息诈骗犯罪的 实施链 信息链 和资金链 快速开展 应急处置 迅速斩断 诈骗者的信息链条 和资金链条 最大限度降低被骗人的损失 如今 在深圳大街小巷 地铁 广告牌上 市民都能看到 反信息诈骗咨询专线 075581234567的宣传片 深圳警方 为了加大 向社会宣传的力度 中心力端 向市民发放 反信息诈骗咨询专线 075581234567的宣传次 反信息诈骗咨询专线 075581234567 广为人知 成为公民 防范信息诈骗的 有效务器 从去年6月6号 开图到现在 我们接到的电话 有20万点 通过我们劝阻 11万1000多人 避免被骗 涉及的资金 1.17亿 我们成功地 拦阻了2100人 快速拦截 被骗资金 将近2500万 我们建了这个专线以后 各种信息诈骗的手法 不断翻新 我们都能做到实时的监测 就为我们 对信息诈骗的精确打击 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情报平台 深圳市公安局 传信息诈骗咨询专线 075581234567 是一条守护群众 钱袋子的热线 正是这条专线 及时挽救了深圳的李女士 阻止她 险些将自己的家用 被骗走 2013年10月的一天 全职太太李小姐 在家中作息 先后接到一个 自称是佛山市公安局 民警的电话 说她涉嫌一起 重大贩毒洗钱案件 在对方的一再忽悠下 李小姐的心理防线 最终被打破了 她就蒙了 蒙了以后呢 然后对方就要求她 说你呢 这个犯罪很严重 你要把你的钱 放到我们的公共账号里 这样的话呢 我们验证了你的账号之后呢 证明你和这个案件 没有关系呢 我们将退还你 全额退还你的这个 保证这个安全账号里的资金 李小姐急急忙忙 出门下楼 准备向对方汇款 也许是上天 冥冥中在帮她 当她在楼道当电梯之时 惊魂未定的李小姐 看到楼道里的墙上 贴有一张 深圳市公安局 反信息诈骗咨询专线宣传单 她看了一下 里面也是内容一看到 她觉得她自己的 接的这个电话 和这种这个手法的相似 然后呢 她就看到下面呢 有个813517的电话 然后她半信半疑的呢 就拨通了我们的专线 正是这个电话 让李小姐逃过一解 群众在接到这些 信息诈骗的时候 心里非常的紧张 不知所措 遇到这种情况 她都会打我们这样一个 咨询电话来进行咨询 进行求助 那么我们的咨询员 会给你进行解答 会给你揭露这样一种方法 深圳市公安局 深圳市公安局反信息诈骗咨询专线 零七五五八一二三四五六七 成立至今 她对深圳市信息诈骗的高发势头 有了一个遏制 我们更希望通信部门和银行 要承担起反信息诈骗的社会责任 尤其是通信部门要采取有利的措施 从源头上来打击犯罪 我们的商业银行要本着对客户资金安全 负责的这样一个态度 在斩断信息诈骗的资金链上 发挥应有的作用 打击电信诈骗 必须要从根源上开展智力 需要咱们的银行和工信部门的大力配合 需要采取一些相关的政策支持 需要加强一些行业的监管 要采取一些技术的措施 使犯罪分子缺乏作案的平台 最大限度的减少老百姓的损失 与此同时擦亮双眼 适合对陌生来电来信 涉及转款要求保持警惕 对每一个人来说 是远离诈骗陷阱的关键刺害 山村女孩心中的怒火 却被亲情点燃 谎言背后 什么才是犯罪真正的根容 虚拟世界 一个称呼隐藏着一段玄机 藕断丝连 旧情成为心恨 才生出后端 一念之差 天网万墨近期播出